2月15日 每一个往各个他的脚步都是爱 基督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 和基督受难是有意图一样 在他的死中 他对我们的爱也是有意识的 他舍命是为我们 这就是爱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 往各个他路上的每一步都表明 我爱你们 所以感受基督这种舍命的爱 有助于我们明白 他是多么有意图的 彼得试图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下头颅 但仅削掉他一个耳朵 我们来看看这暴力的一幕发生后 耶稣所说的话 耶稣对他说 收刀入窍吧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 现在为我猜遣十二银多天使来吗 若是这样 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怎能应验呢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二到五十四节 一方面 这是讲旧约预演了耶稣受死的事 但是更主要的 他是说 耶稣明确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 这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四节中 耶稣所说的他在做什么 我可以避开这个痛苦 但若是这样 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怎能应验呢 换句话说 因为我知道经上的话 我没有选择逃避 我知道我的百姓要得拯救 必须发生的事情 是我选择应验圣经中 所有关于我的预言 这是我的选择 我走的每一步 爱我的百姓到一个极限 我要他们感受到这个爱 并且彻底地获得安全 自由和完全地 与这个世界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